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前面讲过了特定免税的销售货物是有7项 销售服务是有20项 但说了其实特定免税还没有讲完 许接着继续来看的是第三个是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无形资产的优惠政策是两项 第一个就是个人转让著作权 为什么在这免税呢 我就问一个问题 请问一个人想要取得著作权 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 首先得要创作一个著作 然后要把它出版出去 这才能取得著作权 那创作一个著作容易吗 简直太不容易了 得潜心的用心的花很多精力去进行创作 那么大部分是做不到的 许国家就为了鼓励个人去进行这种创作 于是对于个人转让那著作权呢 它就是免税的 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 接着第二个是纳顺提供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看到了吗 都是跟技术相关的 一说到技术 这就是国家鼓励的领域 因为这种技术 往往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 国家是希望鼓励这种技术的发展的 因为国家技术越来越强的话 国家也意味着就越来越强大呀 所以它是鼓励技术的发展的 所以在这儿呢它具有免税的这政策 明白了吧 好的接着继续来看第四个 是销售不动产以及不动产的租赁服务 所以这里我们是讲不动产相关的政策 我们先来看的是关于免征增值税的情况 看好说下列这项目呢 免征增值税 第一个是个人销售自建自用的住房 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 强调个人销售的是什么呢 自己建自己用的这个住房 我建好它是要自己来用的 所以自建自用的住房销售出去 它是免税 怎么理解它呢 你想一想 一般情况来讲 我建了这个房子 要自己来住的 所以一般情况会不会卖掉这房子呢 我不会 可现在我却卖掉它了 那么是不是极有可能 是我自己个人经济状况不太好啊 你经济状况不太好 以至于你自己建的房子 自己要住的都卖掉了呀 已经那么困难了 所以税法 它也就不再来插一脚说去征个税了 所以在这呢 它是免征增值税的 当我每一讲优惠政策 都会跟大家稍微多讲一讲呢 是希望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能够对这个政策 尽量的去理解哈 有印象 这是关于第一条很重要的啊 好 第二条涉及什么呢 家庭财产分割的 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 那么这里强调是什么呢 是家庭财产分割 然后是无偿的去转让 尽管是家庭里边进行财产分割 无偿转让 但是这里的理解就是 肥水没有流外人田 因为这个房产 还是在自己人之间去进行流转了 所以我们得解释一下 什么叫家庭财产分割呢 它包括下列情形 看好了 包括离婚财产分割 那离婚财产分割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房子 原来是这对夫妻两个人共同买的 所以这房子产权是他俩 然后呢 现在两个人离婚了 家庭财产分割给女方了 或者分割给男方都行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房子本来就是这两个人共同拥有的 即便你分割了 是不是也没有分给别人第三方啊 所以还是自己人 因为这房子本身就是这两个人的 他们共同拥有的 只是现在变成其中某一个人所有而已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房子并没有呢 流转到外面第三方去 还是自己人去持有的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好 然后是无偿赠予了谁呢 配偶啊 父母啊 子女啊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 这些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直系的亲属 都是我们家最亲的那群人呢 对吧 自己的配偶啊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孩子 然后孙子 外孙子女等等 那这些当然是自己家最亲的人了 所以这些最亲的人啊 当然包括兄弟姐妹 这种叫庞系的血亲啊 那么他都是属于自己家的最亲的这一群人 那他当然呢 这个肥水没有流到外人田去啊 所以他这种无偿的转让呢 是免征征值税的 好 接着看 无偿赠予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看到没有 说这个人对自己承担了抚养或者赡养的义务 所以你无偿赠予他 所以这个人是不是相当于说也是咱们的至亲呢 他不一定是咱们的直系亲属 但是呢 他承担着抚养或赡养的义务了 所以是不是对于自己来讲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直系亲属了呀 所以理解为是一种至亲 还有就是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 法定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 或者受遗赠人 依法取得这个房屋的产权 所以这里注意的是 这个产权所有人死亡了 谁取得产权呢 可能是法定的继承人 可能是遗嘱的继承人 但是既然人家是继承人 人家就是合理合法取得这房产的 往往也不会是个外人 因为即便这个人死亡了 他也不太可能说这房子能通过立遗嘱给个外人 对吧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的话这个法定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 他都是自己人 另外的受遗赠人一样的 我们这个房产所有人死亡了 他也不太可能送给没有相关关系的第三方 不太可能 所以即便是受遗赠人 那也是自家的人 所以说 整个家庭财产分割 他为什么涉及无偿转让 却不需要去交增值税呢 是因为这种分割 他其实都是一个家庭内部的 他的肥水是没有留外人田的 所以的话他不需要去交税 是免税的 明白了吧 好 那接着第三个呢 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 那么这里就要注意的是 土地使用权给谁了 给农业生产者了 给农业生产者是用来干什么呀 用来做农业生产 所以还是最终要对农业进行照顾 好 那这里就衍生出两个小点 第一就是 纳孙采用转包出租 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 将承包地 也是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内收入 也是免增值税的 所以你看到了吗 前面我们说的是 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了 那么下面就把这样的一个范围扑大了 说你即便是把这个承包的地 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内收入也免税 那么你这个承包的地 怎么流转给那农业生产者呢 各种方式都行 转包啊出租啊互换啊转让啊入股都行 总之这块地 用于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了 那它就是免税的 好接着 就是第二点 说自2020年的1月20号起 纳税人将国有农用地 出租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 也是免征增值税的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 国有农用地 你租给农业生产者 只要它用于了农业生产 那么同样的取得那收入 也是免征增值税的 所以这是涉及对农业的照顾 是这块地啊 跟那个农业有关系了啊 接着第四个是 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 和土地的使用者 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所以这里其实说的是什么呀 是土地的所有者 和土地的使用者之间 出现了这块地 它的权力的转移 包括所有者把地呢 出让给使用者 出让的意思就是说呢 土地使用者通过给土地的所有者 给它出让金的方式 取得这块地的使用权 这个叫出让 所以这种出让 它是属于什么呀 免税的 那反过来 这个土地的使用者呢 它把这块地归还给了所有者 所以这也是属于免税的 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 就是关于呢 这个土地的所有者 和土地的使用者 他们直接涉及到这个土地 权属的转移啊 包括出让出去 包括归还回来 好 接着提醒注意 说土地所有者 依法征土地 看好啊 按照法律规定去征收土地 因为这个土地所有者是什么呀 是国有的 或者集体所有的这土地 所以的话 这个土地所有者是国家 或是一个集体 那么土地的所有者 他依法去征收土地了 并且向土地使用者 支付了土地 及其有关 有行动产啊 不动产 补偿费的行为 属于土地使用者 将土地使用权 归还给土地所有者的情形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了 说刚刚讲到 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 这种土地 权属的转移 是免税的 那么这种权属的转移 可能是主动的 而接下来注意的 这一点说的是被动的 说什么呢 说这个土地所有者 他依法征收了这块地 本来这块地 是这个土地使用者 在用着 对不对 他拥有着使用权 已经给过出浪金了 拥有着使用权 现在呢 国家可能需要 这块地来用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土地所有者 往往就比如说是国家 他呢 去征收这块地 但你不能白白 把人家这块地拿走啊 所以的话 会给这个土地使用者呢 相应的补偿费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 虽然是土地的使用者 他被动的 把这块地还给了国家 但是呢 是不是你也拿到了 经济利益啊 所以这个同样 也是属于我们这里 所讲到的 这个使用者 归还了土地 给到这个所有者 所以它同样是属于呢 免征增值税的情况 因为是让我们考虑 国家为什么 依反征你这块地呢 肯定你这块地 有更好的用途 所以这种情况 你把这块地 让这个所有者 征走了 你也拿到补偿了 其实你是配合着 国家的政策 所以的话 你这种配合 国家政策的行为 值得鼓励啊 所以你相应的 那个收入呢 也就是你补偿费呢 是免增值税的 好接着 再看第五个是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 或者自然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 出让 转让 或收回自然资源 使用权 括号 不含土地使用权 事实上 我们说这个自然资源 它是归属于 我们国家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土地 其实也是属于 自然资源 所以土地呢 因为我们任何单位 个人是不拥有 它的所有权的 土地咱们就 强调使用权 第四个就 强调这块土地 它呢 在土地的所有者 跟使用者之间 出现了这种呢 权熟的转移 而第五点是 由土地就扩大到 什么呀 全部的自然资源 在这里 为什么去掉 土地使用权 你土地使用权 第四项就讲了 所以除了土地 使用权之外 其他的自然资源 使用权 比如说我们所讲的 这种碳矿权呢 采矿权呢 那么这就是一种 自然资源使用权 同样的 从我们的这个 所有者到使用者 他们之间的 这种权熟的转移 就是所有者 给到使用者 可能通过出让方式 通过转让方式 然后使用者呢 他给到这个 所有者的话 他通过呢 收回的方式 所以的话呢 这种出让 转让 收回呢 同样也是 免征增值税的啊 所以四合五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接着第六个就是 军队空余房产 租赁收入 其实军队 也是我们政策倾斜的 因为军队 他们是保家为国的 为国家做贡献的 所以当然要对他们 有适当的照顾 所以空余房产 那租赁收入 同样的是免税的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 这个不动产 世上就包括房和地 那么他们涉及的 这么一系列的 免征增值税政策 这里呢 我们一共是讲了 这么六个项目哈 大家都要有一定的印象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的 第二个 它不是免税 它是属于优惠政策 但不是免税 就是个人出租住房 个人出租住房 是按照5%的征收率 减按1.5%去计算纳税的 这个是个优惠政策 这个优惠政策 我们在后续讲 简易计税的时候 还会进一步详细的 跟大家去讲到的 这里我们先有个印象 个人出租住房 这里的个人 包括什么 我们说税法里边的个人 一定要注意 它包括的是既有个体户 也包括其他个人 也就是我们讲的 一个一个的自然人 你出租的是住房 那么就有5% 减按1.5%去算增值税 这个优惠政策 好 接着第三个 就是个人将购买的住房 对外销售它的优惠政策 前面我们讲过一条政策 记得吗 说个人销售自建自用的住房 是免税的 记得吗 在这销售自建自用的住房 这是免税的 那么接着就说 你个人如果说这个住房 是哪来的 外购的 那么它外购的这住房 卖出去 它的优惠政策就不是说免税这么简单 我们要看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有三看的原则 或者叫看三眼 第一眼看购买时间 第二眼看购买的地区 第三眼看购买的类型 具体就是这张表 第一眼我们来看看购买的时间 购买时间是跟两年去比 如果购买的时间不足两年的 那么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买的房产 是什么样的房产都不要紧 只要购买时间不足两年的 那么这样子的房产 它卖出去就是全额去征税的 全额去征税 按照5%的征收率去计税 所以这是看第一眼 那么看第二眼就是 如果说购买的这个房产 把它卖出去 现在时间已经足两年了 那怎么办呢 足两年就是满两年 包括两年啊 包括两年了 你再卖出去就看第二眼 看什么呢 看购买的地区 你如果是属于呢 非北上广深的地区 非北上广深 因为北上广深是属于一线城市 它的这个房价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的话你如果是 非北上广深的 不是这种一线的这个 这些城市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增值税的政策 就是直接免征 看到了吗 北上广深房价非常高 所以的话呢 它得另说 那么我们如果是非北上广深呢 这时候直接就是免征了 好的 接着如果是北上广深呢 如果是北上广深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看第三页 叫做看购买的类型 购买的类型 就要看你是普通的住房呢 还是非普通的住房 如果是普通住房 那确实是免征的 就即便你是北上广深 只要你买的是普通住房 只要购买的时间满了两年 那么你卖出去 它就是免税的 但如果是非普通住房呢 比如说买的是别墅 把它卖出去 那非普通住房的话 就得征税了 这征税是按照差价 百分之五去激增的 所以你看 是卖出价减去 买入价除一加百分之 再乘百分之 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 个人购买的住房 对外销售的政策 这个政策 同样后续我们还会提到 在这里一定要有印象哈 要尽量的能知道 看三页 一看购买时间 二看购买地区 三看购买的类型 那么不同的时间 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呢 它的优惠政策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是关于呢 这里涉及到不动产的 相关优惠政策 就讲完了 好 接下来呢 再看第五个就是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当然也是属于服务 但是呢 我们教材是把它单独拿开了 专门讲它的优惠政策 它的优惠政策也是很多的 首先说 下列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这里提到一系列的利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国家住学贷款 住学贷款 这款贷给那些学生 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的 所以这事值得鼓励 所以这金融机构提供这样的贷款 取得那利息收入呢 是免税的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呢 第二我们很熟悉的 国债 还有地方政府债券 那么这是因为呢 国家要鼓励大家去持有这些债券 所以这利息收入呢 它是免税的 好的 接着就是第三个 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那么这里讲到人民银行 它是个什么样的主体呢 它是银行中的银行 它是行政机关 所以的话 它是银行的银行 那么它给那些金融机构去贷款呢 这是行政机关去贷的款 所以的话呢 它是属于免税的 好 接着呢 第四个是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用住房公积金在指定的委托银行 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 那么这个住房公积金 它本身呢 就是为我们老百姓来服务的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去买房 有贷款的会知道 你拿着公积金去贷款 跟商业贷款 那个利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呢 去进行贷款的话 那这种利率本身就是 带着优惠的性质的 是能够汇集到普通老百姓的 那利率本来就不高 所以这个事值得去鼓励 所以这样的利息收入呢 它是属于免税的啊 因为它很明显 因为商业贷款的利率 那是低了很多的 所以这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它是免税的 好 接着第五个是 外汇管理部门 在从事国家外汇储备 经营过程中 委托金融机构 发放的外汇贷款 事实上 这个跟那个公积金管理中心 用公积金去发贷款 是一样的理解方式 那么这种外汇管理部门 本来就是呢 去管理外汇的 所以这外汇呢 我们用来去发放 这种外汇的贷款呢 这也是自己本职业务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个钱呢 反正闲这也是闲着 你去发放贷款 还能挣掉利息 所以它也是属于呢 免税的 好的 接着第六个是 统借统还业务中 企业集团 或者集团中的核心企业 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 按照不高于 支付给金融机构的 借款利率水平 或者是支付的 债券票面利率水平 向企业集团 或者集团内的下属单位 收取的利息 这个话呢 有点长 而且这个还比较重要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统借统还呢 统一借统一还呗 那说的是 这样的一个企业 它是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里面 有好多个主体 那么我们是由 其中的一个主体呢 去统一从金融机构借钱 所以这里呢 假设这个就是金融机构啊 这是金融机构 我假设它是A 好 那么我们整个集团 可能是以集团的名义 或者集团中的 核心企业的名义 比如说吧 集团中的某一个主体 叫做币 它呢 去统一从金融机构借钱 你借了钱之后 是不是就要给集团成员来用啊 那么我们就给集团 这些成员来用 比如集团这些成员是谁呢 比如说X啊 Y啊 Z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成员 那么我们币 是代表着整个集团 去找金融机构借钱 你借了钱 就要给金融机构支付利息 对吧 因为金融机构 只认你币啊 所以币 你要给金融机构去支付利息 而币 你这钱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用的 你集团里巴这些成员 都是要用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集团里巴的成员 用了这钱 是不是就应该 向你B支付利息啊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 B 你要支付利息给A 而你里巴的这成员实体呢 要支付利息给B 那B不就相当于是 收到了利息吗 对不对 现在说的是 B收到这利息的问题 去再来看这段话 说这样的统界统华业务 企业集团或集团中的核心企业 或是集团所属财务公司 按照什么呢 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 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 看到了吗 说的是 你去收那个利息的时候 你有没有高过你支付给金融机构的那个利息啊 没有 所以我们将不高于不高于的意思是什么 小于等于呗 是不是 假设呢 我们这个B 你代表是集团去借这钱的时候呢 假设利率是6% 所以你如果把这样的钱 继续给你里巴的成员实体来用 如果说你的利率没有高于6% 也就小于等于6%的话 那么你看 说你像你企业集团 或集团内的下属单位收的这利息就怎么样 就会是免税的 那么其实从这段话的反面来看就是 你如果说你像 这是你的集团里巴的这些成员实体去收利息 如果利率你超过了 高于了这6% 那怎么样 那高于了肯定是全额去缴增值税的 听明白了吧 所以强调统借统还 咱们作为统借统还的这个主体 你收的那个利息的利率不能高过呢 你像金融机构借款的那利率 但如果你是发行债券呢 不能高于那个债券的票面利率 只要不高于说明你 其实就是呢 起着这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 把钱借进来 然后呢 方便大家 再把利息收上来 再交给金融机构 你根本就没有从中去牟利 所以的话 这种情况 你没有去牟利 当然这不应该去交这税呀 所以这税就是免的 明白了吧 好的 接着再提醒后标的 说19年的2月1号 到23年的12月31号 看好了 对于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 免征增值税 所以这个政策哈 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你一个集团内部 那么有A单位 有B单位 有C单位 咱都归属于比如说假集团 那么我们集团内这些ABC这些单位之间 资金的无偿借贷 它是免征增值税的 它不需要说啊 是同销售去交这个税 它呢就是免交增值税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优惠政策哈 那么这里呢 第六项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这里是给大家讲过这么多的利息收入嘛 对吧 第六项比较重要 另外的话呢 这个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和助学贷款 那么这些也是要去关注到的 好 接着呢 就来看的是第二个 是被撤销的金融机构 以货物不动产 无形资产 有价证券票据等财产 去清偿债务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免税呢 关键是那个金融机构怎么样 被撤销了 那被撤销了的话 是不是很多债权 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损失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金融机构 还能够尽量的拿着自己的财产 去清偿债务 你能够如数的去还内债都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一般这金融机构也不再有这个 赴税的能力了 那国家也不再去 说去分一杯羹了 所以这种情况 你能好好还债 确保那些债权不受损失 就不错了 国家不再去征领的税 叫免税 明白了吧 第三个 保险公司开办的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 取得的保费收入 那么这里要注意 保险服务是属于什么呀 记得吗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是属于金融服务 咱们还说过这种保险 包括呢 人身保险 包括财产保险 这里强调的 第一个是人身保险 第二个 它的时间要在怎么样 要在一年以上 所以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 这个保费收入才能免税 如果你时间没有到一年以上 或者是财产保险的 正常金融服务的 6%去计算 好 接着后边说 自19年的2月2号起 保险公司开办 一年期以上的 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 在保险监管部门 出去备案回执 或者批复文件之前 依法取得了保费收入 也是免税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你开办的一年期以上 人身保险产品 那保费收入本身 就是免税的呀 对吧 但是你要出具什么样 但是你要拿到什么样 保险监管部门 出具的备案回执 或者是批复文件 你只有拿到这东西了 才证明你确确实实呢 是经过了批准了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按道理你才能够去 对相应的保费收入去免税 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 从19年2月2号开始呢 你在拿到这样的一个 备案回执或批复文件之前 你取到了保费收入呢 我也可以让你呀 去免税 所以相当于这个免税政策 是可以往前去追溯 追溯到你备案之前的 那保费收入的 就这意思哈 好 这是第三项 那么这里的二和三 都不是特别重要 尽量的知道就行 接着第四个 是下列的金融商品的 转让收入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 这么一些项目哈 第一个就是 合格境外投资者 就是我们讲QFII 就是这种合格的 境外的这些投资者呀 到中国境内来投资 那我们国家是非常欢迎的呀 对吧 所以合格境外的这些投资者 他委托境内公司 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 我们非常欢迎 非常鼓励 这种合格境外的投资者 来投资 鼓励方式就是 你委托境内公司 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 我给你免增值税 好 那接着第二是 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单位和个人 通过护港通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 那么这里讲的护港通 护是什么 上海呗 港呢 香港呗 所以护港通就是上海和香港 它是相互的年通的 所以事实上说通过这个护港通呢 香港的投资者能买内地的股票 那内地投资者也能买香港的股票 所以这里说香港投资者 你通过护港通买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 我们鼓励呀 我们希望你多多的来呀 所以你的转让出去的收入呢 免增增值税 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不是说股票了 说的是啊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 也包括个人 怎么样 通过基金互认去买卖内地的基金份额 所以香港投资者 无论单位个人 你买卖内地的股票和基金呢 它一样的这个转让的收入呢 它都是免增增值税的 好 接着第四个是证券投资基金 包括封闭式的 包括开放式的 这个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运用基金去买卖股票债券 那这里同样的也是国家所鼓励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叫证券投资基金呢 从名字上看 就这个基金用来干嘛的 做证券投资的 事实上它是一种呢 积少成多的组合方式的投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时个人散户去投资 很容易产生风险 像有的朋友炒股哈 那么都是有亏的 包括我自己呢 不怎么炒 但是呢 我就近两年也是 稍微买了点股票 那叫亏的一个彻底啊 我现在都不去看那个价格的波动了 因为实在亏的 简直心都碎了 干脆就不看 不看就不烦 所以个人投资者去投资呢 风险是非常高的 那么国家就不愿意看到 这些散户都是亏损的这种情况 于是就鼓励说 大家能不能抱个团 一块的一个团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证券投资基金 所以他就是呢 把这些投资者的钱呢 都聚集到一块 放到这个基金里边 那基金里边有基金管理人 这个基金管理人 他是非常专业的 他帮着大家去打理这个财产 他帮着大家去投资 所以这就是证券投资基金 所以很明显 这个证券投资基金 是国家政策大力的扶持的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基金来投资 来减少这些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那既然国家是鼓励的 随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运用基金去买卖股票 债券他就是免税的了 看明白了吧 所以这里 我们讲了这么四个项目 你会发现他都是什么呀 他都是属于呢 基于鼓励的这个需要 从而制定的优惠政策 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 香港投资者 我们鼓励你到我们内地来进行投资啊 然后呢 证券投资基金的话 是鼓励散户通过这基金去投资啊 都是基于鼓励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理解 而第五个特别重要 是什么呢 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 就是这个转让的主题是谁 是个个人 那个人去转让 比如个人把这股票卖出去了 那么这样子的 金融商品的转让业务 它的这收入是免增增值税的 这个很重要啊 好这里第四项就讲完了 涉及金融商品的转让 那接着第五个是 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同业 就同行业杯都涉及到金融机构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呢 利息收入怎么样规定的呢 所以下列的这些利息呢 它是免税的 第一个就是金融机构与谁 人民银行所发生的资金往来业务 那么这里我们其实前面就提到了 说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那个贷款的利息是免税的 那你其实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 这种贷款关系 那么我们人民银行收的可不就是贷款的利息收入吗 所以这个利息收入它是免税 我们在前面其实就有提到过 对吧 好的这里就注意了 说包括人民银行对一般金融机构的贷款 也包括呢 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线 什么叫再贴线呢 贴线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么就是做一个企业 你把这张商业的汇票 在商业汇票到期之前呢 提前卖给银行 这个叫贴线 你应该知道吧 比如说我这张商业汇票呢 它是面值是100万 假设不考虑利息啊 那么我这张汇票呢 是三个月以后才会到期 但是我现在着急用钱呢 那怎么办呢 三个月以后才到期 我现在着急用钱 我就可以把这张票据贴线给银行 所以这个贴线说白了 就是把这张票据提前一点 便宜一点卖给银行 但这银行是商业银行 比如说 100万的这个商业汇票 我提前啊 就提前三个月卖给银行了 我叫贴线给银行 贴线的这个银行是商业银行 比如说是啊 这个A银行 那么A银行是个商业银行啊 那假设贴线给他 那银行收了贴线息 比如说是10万 这个10万就是银行收的贴线息 事实上是一种利息 那么商业银行呢 他也缺钱花呀 所以他可以怎么办呢 他可以把这张票据怎么样 再贴线给人民银行 因为前面讲了 人民银行是银行中的银行 所以的话商业银行 他需要把这张票据再去贴线的话 你只能再贴线给人民银行 所以把这个商业银行 接受贴线的票据 再贴线给人民银行 那这就是所谓的再贴线 再贴线呢 人民银行是不是也会收贴线息啊 所以人民银行收的这贴线息 事实上 它就是一种贷款的利息啊 对吧 所以这个贴线息 就是一种贷款利息 于是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包括一般的贷款 包括呢 再贴线对应的那个贷款的利息啊 它都是属于呢 免税的 好接着第二个叫 银行年行往来业务 第三个叫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 那这里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银行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往来又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这个银行年是什么意思啊 年系呗 对不对 年系呗 所以是指的是有年系的各银行之间的往来业务 具体就是同一银行系统内部的不同行处之间发生的资金账物往来业务 所以年行年行是有年系的各银行 这种年系强调你是同一个银行系统内部的 所以这种的资金往来业务的利息 它是免税的 那么前面讲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 金融机构之间的话 那么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同业拆借 大家不是同一个银行系统内部的 所以它是指了经人民银行批准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之间 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短期 无担保资金的融通行为 所以你看好了吗 二和三 当然不是我们考核的细节 但是要说清楚 二讲的是年行是同一银行系统内部之间的资金往来 第三说的是金融机构之间 说明大家不是同一个银行系统内部 是不同的银行之间的 它只是都同属于金融机构 所以它是这种所谓的同业的拆借 明白了吧 那不管你是年行往来业务 还是这种同业拆借涉及到这种益息 它都是免税的 明白了 所以这是涉及同业的问题 接着第六个是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 也就是这个CDR试点阶段的有关税收政策 那这个存托凭证这个CDR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在税法二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印划税都讲这个问题 而我们税益的增值税呢 也要讲到它的这个税收政策 这个CDR事实上就是中国存托凭证 它是把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到一块了 也就是Chinese Deportry Receipt 所以这叫中国存托凭证 我们先看它的概念 然后我给大家解释 说是指呢 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来上市的这些公司 将部分已经发行上市的股票 把它托管在当地的保管银行 然后呢 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去发行 在境内的A股市场去上市 以人民币来交易结算 供国内投资者去买卖的这样的投资凭证 所以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什么呢 股票的异地买卖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这一个文字表述会知道 这所谓的存托凭证 它是一些在境外上市的那些公司 你本时是在境外上市的 你上市了之后呢 又跑到中国市场来筹资 那因为你在境外上市的 你股票只能在境外去发行 那你要跑到中国境内来筹资 怎么筹呢 那么你就换一个迷目 把这股票呢 化身成为什么样 化身成为中国存托凭证 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事实上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中国的境内去上市 它的那条件是非常的严苛的 所以的话好多公司一看 咱中国境内上市条件这么严苛 那我就跑到海外去上市呗 人家上市的条件呢 没有那么严格 门槛很低 然后筹资速度又很快 所以我能到海外去上市的话 我能很快就上市能筹到资 于是就很多企业跑到海外去上市了 但这样的企业 你跑到海外去上市了以后 还是盯着中国这块肥肉啊 中国这个市场那么大 我还是希望到中国来筹资啊 那怎么办呢 你在海外上市的 你的这个股票是在海外发行的 那你这股票怎么样让我们中国的投资者 能买得到呢 怎么样让这样的股票 能够出现在我国的这个A股市场呢 于是就把这种境外已经上市了的股票呢 把它换个名目 换种形式在中国境内呢 去发行 所以这样的换了的名目 它就叫做存托凭证 因为你毕竟是那股票的化身 因为那股票是在境外的 你现在要到中国境内 让股民去买到 你就不能再叫股票了呀 所以咱们就把它叫做呢 存托凭证 存在这里委托金融机构去发行 然后呢 使得大家可以去买 所以它叫做存托凭证 所以才会讲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什么呀 股票的异地买卖 这就是存托凭证 所以我们这样讲完了之后呢 大家其实就明白了 你这个存托凭证 就是一个股票的替代品 所以你的这些政策 尤其是优惠政策 是不是应该跟那股票是相同或者类似啊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事实上呢 像我们讲的这个存托凭证的一些政策 那如果说是增值税的优惠呢 类似于股票政策 然后个税 印花税的政策也是类似于股票政策 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是类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增值税涉及到这个创新企业的 这CDR的问题 怎么去进行处理呢 事实上 我们说关于股票 那么它的这个收入 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卖掉它 有差价收入 一个是持有它 有股息红利所得 对吧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 创新企业CDR也是一样啊 我转让创新企业CDR有差价 我持有创新企业CDR有股息红利 那么我们同样讲增值税 也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我首先想跟大家分析的是 你持有一个股票 你取得那股息红利 要不要去交增值税呢 不需要 我们讲增税范围 讲金融服务就讲过 你持有的这样的一种投资 取得是非保本的收益 那确实是股权投资啊 它不是一种债权投资 它不是利息 它根本就不交增值税 所以你持有股票的 这种非保本的股息红利 它是呢 不交增值税的 那你持有创新前CDR的股息红利呢 当然也不应该去交增值税啊 明白了吧 所以这块是不交这增值税的 我在这是写了教材上面写 我是为了让大家呢 能去比对 因为我们说法二 在讲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呢 是把这两部分都讲了的 就是有持有的 有转让的 那增值税这只有转让 因为事实上是持有它 它不交税 明白了吧 好那么就看转让它怎么做呢 你看第一个 个人 它转让了这个创新企业CDR 那么它是不是属于 个人转让金融商品 你记得吗 前面我们刚刚说过 个人转让金融商品 它怎么样 看到了吗 第五个 个人转让金融商品是免税的 所以你个人转让那个创新企业CDR 也是属于呢 免税的 我们叫暂免征税啊 好 接着是单位呢 那单位转让创新企业CDR 不就是正常的金融商品转让吗 所以我们说是按照金融商品转让来征免 这个征免是有征有免哈 就是每年讲这课程 包括说一说老说这个征免 有人说老师啊 教材说免 你怎么说征呢 你看清楚哈 就咱们上课也好 看书也好 看清楚征免是说有征有免 像这里单位转让这个创新企业CDR呢 就是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的规定来 一般来讲它就是交税的 你满足条件符合条件 它才涉及到免税 明白了吧 好 好的 接着继续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就是QFII 还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就是RQFII 他们都是一些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那拿着外币来投资了 叫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它如果直接换了人民币来到我们中国境内来投资 就拿进来的就是人民币的话 那就叫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所以他们都是境外来中国境内来投资的 那么我们前面有讲过 大家往前跟我一起看一下 就是在这 记得吗 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转让 合格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他在我国从事中证券买卖怎么样 免税呀 是不是那你也是正常的买卖证券是免税的 你呢如果是买卖这创新企业CDR呢 同样的也是免的 但我们叫赞免 因为暂时呢 这个创新企业CDR 它其实呢 是近些年才活跃的 时间不是特别长 所以我们慢慢的去试一试 所以叫赞免 看好了吧 它是不是跟那股票政策 它是相通的呀 好接着看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前面说了 这种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去收集或者说是呢 把这个投资者的钱呢 聚集到一块去进行投资 风险低 国家鼓励 所以前面说了 他这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运用基金去进行这种证券的投资 那么你即便把这个证券给转让出去 那收入是免税的 是不是 那你现在转让创新企业CDR呢 我们说是三年内赞免 三年内赞免 所以这是我说的 增值税 这个创新企业CDR 它的政策和股票类似 我为什么说类似呢 其实就是在这 这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它仅仅体现为什么呢 转让创新企业CDR的差价是 三年内赞免 它不是说一直去免税的 所以这种类似就体现在这 明白了吧 好这就是关于这个点哈 那么一定要能够清楚 它大概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近些年比较火的 那大家是要关注这种 有时效性的东西啊 好来看题 说下列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的事 你注意看 这是21年的真题啊 证券公司转让有价证券A学校 能免吗 当然不能免的 你转让有价证券 那正常的金融商品转让 要去交增值税 B 保险公司提供的财产保险服务不行 我们说什么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服务 内保费收入才能免税 财产保险可不能免 再来看C 企业集团内 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 这就是免税的了 我们说这个呢 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政策 有好多单位 它内部的单位之间呢 有这种资金的无偿借贷 那好多人就会问 我说老师要不要交税呀 目前它这种内部单位的 无偿借贷呢 是属于免征增值税的 所以这道题呢答案选C 好再来看D 银行对大型企业贷款业务 哦你对大型企业贷款 那当然得征税呀 是不是 所以这呢肯定是不能免的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C 好这是关于金融服务 讲完了 好那接着 第六个是进口货物 这一部分呢 我觉得是尽量的去熟悉一下就行了 所以它呢是尽量的熟悉 然后呢以了解为主就可以了 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呢 比较的杂比较的范 所以我想就是把握大方向就可以了 我们给大家大概的看一看哈 这里好几段话呢 但是每一段话呢 其实基本上表达的含义都差不多 你看啊 第一项 对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去免税进口的图书 报刊等资料 在其销售给上书院校跟单位的时候呢 就免征国内销售环节的增值税 你说这样子的图书报刊 免税进口进来 然后你是要卖给大专的院校和科研单位的 那么这些学校这些科研单位 那是不是都是呢 涉及到了研究的 涉及到了教学的呀 那这块国家得去鼓励 所以的话呢 说你即便把这些图书免税进口进来了 你再卖给这些大专院校跟科研单位呢 直接免了国内还击的这些增值税 好 接着第二 对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 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销售给高等学校 科研单位 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 免征增值税 去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主体 那么他们把这些书怎么样 他们把这些书呢 卖给了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图书馆 都是一看呢 就是充满着文化气息的这样的一些对象 高等学校 高校嘛 科研单位嘛 还有图书馆嘛 那都是属于呢 充满文化气息的 所以国家鼓励这种文化它的发展 所以呢 它同样是免征着增值税的 好 接着 第三个 对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 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口的 由于科研教学的图书文献报刊 以及其他资料 那么这些它都是免征国内环节增值税 所以同样跟科研单位 跟大专院校有关系 第四个 对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销售给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 这样的进口的科研教学书刊 免征增值税 所以你看这么一些话 把它呢一路的看过来呢 它基本上大体的这个方向都一致 就是卖的这一方呢 通常是国字号或是金字号 哪里呢 这里有个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 带着国字号的带着金字号的 往往代表着是国家对他们的信任 所以他们是属于呢 这个卖的这一方 而买的这一方呢 基本上就是大专院校科研机构 但还包括什么国务院各部委直属的 这些机构 所以的话呢 它都是一些特殊的这种购买方 所以它才会涉及到这理由呢 免税的政策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就行了啊 所以这四项 一个大方向理解 第五个要知道 第五个是要知道的一个重点 是什么呢 是自2018年5月1号起 但这个时间不重要 对进口抗癌药品 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19年3月1号开始 对进口罕见病药品 减按3%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所以这里两个时间不重要 关键这两个药品 一个是抗癌药品 一个是罕见病药品 那么他们的进口是直接怎么样 减按3% 他没有说可以选择 是没得选的 就是按照3% 后面我们会告诉大家 关于进口的问题呢 一般情况不用的就是税率 进口的问题 一般用的就是税率 不太可能用到征收率 但唯独就在进口抗癌药品 跟罕见病药品的时候 是给了特殊的优待 是按3% 这样一个征收率 去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 所以其实就是要让这种抗癌药品 罕见病药品 以更低的代价 进入到中国的境内 使得更多的需要这些药品的人呢 能够用得起这些药 因为我们之前应该都看过 一个电影叫做 我不是药神 但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呢 对于这种得癌症的呀 得罕见病的这些人呢 那他们经常去服用这些药 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很多人可能就因为 服不起这个药呢 从而最终就没有办法 治好自己的病 所以国家就说 得特别关注这一块了 虚症进口的抗癌药品 进口的罕见病药品 直接就是3%的这个征收率呢 去征收进口 环节增值税 这个得知道哈 那我们强调进口 这个部分就讲完了 那接着第七个呢 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那海南自由贸易港呢 我个人认为 它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一块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针对 这个自由贸易港的 那它适用的范围呢 是比较的窄的 那既然适用范围比较的小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呢 也就少部分的人 会接触到这业务 它实用性不强 所以应该来说 可考性就没那么强哈 那因为这海南自由贸易港呢 近些点是挺火的 所以我们还得说一说啊 先来说一说 离岛免税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得说一说 这个背景哈 就为什么有这个 海南自由贸易港 为什么有这个离岛免税 事实上是国家呢 想要建设高水平的 中国特色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 也就是它这个 海南自由贸易港啊 跟香港澳门 是基本类似的 所以海南它是有望成为 中国对标香港的 又一大自由贸易港 你这么说 如果没有感觉的话 你看有的朋友 之前喜欢去香港 澳门买东西 那么现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去香港 澳门相对来说 都不太安全 那你可以去海南 去海南买东西 或者飞到海南去买 或者直接在海南的 免税店内网站上的 去买 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在海南去买 跟去香港澳门买 现在是一回事了 所以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啊 它就跟香港跟澳门呢 是一个道理 而它就是一个自由的贸易港啊 好 这是关于背景 好 那接着我们就会来讲 这个离岛免税是怎么个意思呢 离岛 因为海南是个岛嘛 所以离开海南岛 有这个免税的政策 具体大家看它的概念是啥呢 是指对乘飞机火车轮船离岛 但这里说是离岛 不是离境哈 离境就是你离开中国了 去到别的国家了 这离岛是离开这个岛 所以这种叫离岛 那么乘坐飞机火车轮船 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 离岛的旅客 它实行限值限量限品种 免进口税的购物 看到了吗 是飞机火车轮船 这些交通方式都行 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税呢 它是没有 它不是说没有原则的 它是限值限量限品种 免进口税的购物 在实施离岛免税政策的 免税商店内 或者是经批准的网上销售舱口 去付款 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 指定的区域提货离岛的税收优惠政策 所以这里说的就是 你去了海南岛 乘坐这些交通工具离开了 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这种 限值限量限品种的免税的 这种购物 那么免税购物怎么个购法呢 你先去付钱 你在免税店付钱也行 你在它的这个网上销售 窗口去付钱也行 你付了钱之后你是在指定的区域提货 离岛了你才能够拿走这样的货物 所以他强调一定是离开了岛 你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为什么你先付钱 等你走的时候再提货呢 确保你真的是离岛了 害怕你根本没离岛 故意呢去想买这种相对便宜的货物 这是不行的 好接着 这个免税 那么它的税种是什么呢 包括关税 包括进口环节的增销两税 所以这是免税的税种 而它的这个免税购物的额度呢 看好了 是每人每年十万元 人民币不限次数 次数不限 但每人每年的额度呢 是十万块钱 一般来讲 咱们真的是去海南 买点这种什么货物的话 一人一年十万是完全购物的 对吧 你如果不是做生意的话 就光自家消费呢 我想十万算是一个很高的额度了 好接着再来看 具体的政策 它是这样的 第一个 说海南离岛免税店 销售离岛免税商品 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但如果销售的是非离岛免税商品 就按规定呢 向主管税务机关区申报 缴纳增销两税 所以你看第一点说的是 卖免税商品就免税 第二点说的是呢 卖的是非离岛免税商品 那当然就应该去报税呀 为什么有离岛免税的 有非离岛免税的呢 因为前面说了 这种离岛免税 它是限值限量限品种的呀 限品种意味着 有的品种它确实是免税 但有的不是免税的呀 所以免税的才免征 不免税的 那就要征税了 听明白了吧 好那接着第三个 说这个离岛免税店 兼营应征增值税 消费税项目的 那就要分别去核算 离岛免税商品和应税项目的销售额 没有分别核算呢 肯定不能免税了 意思就是啊 你不是有的是有免税的吗 有的是该征税的吗 有免有征 当然强调分别核算 没有分别核算 肯定就没有优惠 不能免税了呀 好接着第四个 离岛免税店 销售离岛免税商品 要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不得开具专票 为什么 因为你没交税呀 我们说一般的情况之下 你卖方没交税 你就不能去开专票 因为卖方没交税 一般的情况之下 买方他却不能去抵税 所以你就不能把那专票开给买方 因为买方根本就不能去抵这个税 而且这样的离岛免税的情况呢 一般就是你个人呢 自己去买了这东西回来 一般是用于个人的消费 也不太可能说还需要去抵税 也用不上这个专票 所以这里就规定了说 你不能去开专票 你只能开普票 这是关于离岛免税的 这样的一些要点哈 大家要清楚 那接着说一说呢 我们今年教材新增了一个内容 那么这里呢 大概的知道一下就行了 是关于呢 进出的航班加注保税航游 其实你只要看到保税的航游 就知道了 是保留征税权利的 所以现在呢 暂时是免这个税的 因为保留征税权利说明什么 说明没有征利的税呀 所以它是免税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说全岛封关运作之前 允许进出海南岛国内航线航班 在岛内国家正式对外开放航空口岸 去加注这保税航游的 对其加注的保税航游呢 是免税 免什么税呢 免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 那自愿缴纳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的 可以在报关的时候提出 你自愿要去缴纳 当然你可以去提出来 好的 这里就强调什么呢 第一个说 全岛封关运作前 那这句话呢 好多人不太懂哈 我大概的说一下 什么叫封关运作呢 全岛就全海南岛嘛 封关运作是把你封起来 关起来 自己单独去进行运作 是字面上理解的 那其实就是要把整个海南岛 全岛呢 建成一个有海关监管的 特殊的区域 这个特殊区域 我们封起来 自己来进行管理 所以并不是说 它完全就不跟外界去粘通了哈 只是把它单独的 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 去进行管理 这个叫封关运作 那这里说 在这个全岛封关运作之前 那这种什么航班呢 是说进出海南岛的国内航线航班 所以强调国内航线航班 它只能就是 经民航主管部门 去批准的 进出海南岛的 境内的飞行活动 国内嘛 所以强调境内的飞行活动 因为你不能否认的是 海南岛 它虽然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 但它绝绝对对 是我们国家的 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强调境内的飞行啊 它不是你飞到境外去离境了 这可不行 所以是非国内的这些航班 那么他们在这种呢 航空口岸去加的这个 保税的航友 就给你免这三税了 当然这都是给大家做的解释 事实上 大家完全不用管这些 所谓的解释 你只要认准了 它加注的是保税航友 带着保税意味着 保留征税权利 意味着暂时没有去征税 意味着它暂时是免税的 明白了吧 所以它就是免税 免了那进口相关的那三税 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就这么一个事 好 这个点就讲完了 那我们就又讲这么多优惠 来看看题目 多选 说下列项目中免征增值税的事 A 转让著作权 这是什么 是免税的 讲无形资产的讲过 B 进口抗癌药品免税吗 不是免 按照3% 比如说抗癌药品 含尖病药品 那么都是3%征税 C 个人销售购买一年的住房 不行 个人销售自尖自用的住房 没有时间限制 直接是免税的 但你如果销售的是外购的这种住房 那我们说要看三眼 一看时间 二看地区 三看类型 你这里才买一年 那么无论你是在哪里买的什么样的房型 它都是属于全额寄税的 所以C肯定不免了 D 个人出租住房不免 它是什么 5% 减按1.5%去征税的 所以这里D不能选 再来看 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转让创新企业CDR取了差价所得 这个是的 我们说鼓励这种境外机构投资者到境内来投资 所以的话呢 你买卖证券 你买卖创新企业CDR 你都是属于免征增值税的 所以的话呢 这道题 答案选A和E 这两个选项 那这样我们就又讲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了 它都是涉及到特定免税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特定免税再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那一讲呢 讲了销售货物是7类 讲了销售服务是20项 在这就不重复说了 我们这一讲的是讲了其他的特定免税 我们首先讲到销售无形资产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个人转让助作权 这个特别重要 一个就是纳顺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等 这些业务它是免征增值税 好 接着就讲了不动产 涉及它的转让 涉及它的租赁 那这里也是特别重要的 其中首先讲到了个人销售自建自用的住房 那么它是不管时间的 直接就是免税 那个人销售的是购买的住房 要看三眼 一看购买时间 二看购买地区 三看购买类型 这都很重要 然后讲到个人 如果是出租住房的话 是5% 减按1.5%去征税的 这个政策也是很重点的 好 然后我们讲金融服务 那么金融服务讲了6项 具体每一项 当时也是挑了一些重点 让大家去掌握的 接着讲了进口的 那么进口的话 一共5个项目 前面四项从大方向去把握就行 重点是第五项 就是进口的是抗癌药 罕见病药的话 是直接按3%去计税 它没有可以选择的 接着就讲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首先提到离岛免税的政策 它是限值限量限品种去免税的 免得税种是关税 进口环节的增销两税 而个人的免税购物额度 是一年10万块钱 然后我们讲到它是限品种去免税的 所以这个免税店销售的是免税商品 它才免税 销售的是应税商品 是应该要去交税的 并且免税和应税要分别核算 没有分别核算 就不能免税 接着就讲到了 关于进出的航班 那么它家住的免税的这行邮 是免征增值税的 免的是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是新增的点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好这里就是我们关于特定免税的全部内容 就终于讲完了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